因為一個大約$14,000-$16,000的車價可以賣到官同寺中心 而且來到地鐵站相當近 去牛頭角、官堂行都大約是7-12分鐘就行 現在看間341呎的一行大約400多萬 你會見到進來就有少許不關 它做了鞋櫃 還有下面的鞋子最起碼可以放到10雷 上面也有一些儲物空間 這裡也可以放一些電話 要走前來一點點 這間是一房開放式廚房 整個房間的間隔很漂亮 樓底也很高,3.15米 然後這裡就放了一張餐桌 這裡就是沙發 看過去,這裡就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露台是相當闊 看出去的景觀就看到官堂 安達整個山的山景 上面的房子正在建 廚房就是L型 基本上都是電磁路燃料 就有伸縮的水龍頭 上面還有寸物空間可以做收納 睡房的儲物空間其實我覺得挺漂亮的 它擺完將四尺床有一個大窗 這邊可以安排書桌、梳裝桌或衣櫃 轉過來就是浴室 浴室是很小的 用一個臨浴區 基本上很劇烈 所有東西都很骨子 這些單位341呎 當然是450萬左右 我覺得很靜靜 我們看一間340呎的一房收樓標準 這裡基本上所有貴身都整好 但是在家裡沒有放大架子 讓你看到整間屋空了 基本上很寬闊 像這些340呎 在市區一房來說 其實很受歡迎 景觀上如果你買高樓層 視野就很開闊 看到山景 而且它也不是近於觀童那邊的大馬路 相對來說就會靜一點 這裡就是一個L型的廚房 你看到其實廚房真的很小 桌面也很小 簡單煮麵煮蛋 發揮廚藝就真的有點困難 進來的睡房 其實我覺得這間屋的好處是它很方直 而且窗戶也很大 有足夠的採光 擺位置上也不太麻煩 床就這樣擺 擺完之後這裡就靜衣櫃 然後最生氣的這裡就是浴室 浴室相對來說是很奇怪 跟裝修版本一樣 而且它也有足夠的儲物空間 可以擺東西 相對來說挺正的 400多萬買到市區房是OK的 你又覺得是嗎?